我们最热的十年 也就是最近的十年 一个个数据加上一种中因为气候变化 在繁华城市造成的灾害 提醒着全球暖化的急迫性 声动地展示加深民众环保的兴决 可能整个新加坡淹没 我会担心因为新加坡就会成了一个不可居住的国家 我觉得今天以后一定要减少浪费 已经没有这样好的这种大自然没有了 破坏了了 那么他们也变成可能会健康上面也会受影响 尽我们本人一个个人的责任从自己做起 2019训莫祝福展区呈现师承刺激制业的发展预成过 教育制业有点不一样 没有固定展区 而是让小朋友穿梭人群服务大众 我们制作一个板子 然后拿着这个板子到处去找人分享这个近视语 知福惜福再造福 我是觉得很开心 然后在跟大人们分享的时候 我学到很多东西 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教育说实话就是以人为本 最后它是落实在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是想把慈祭所教育的一些理念 呈现在这些 在一直我们教育的工作者 跟云的这些幼教啊 亲子啊 还有这些慈少慈青的身上 用他们来呈现出来 说好话做好事 信念要正确 讲得很好 如果再有这样多的 小朋友是以这样的心态长大的话 世界就有福了 不管大人或小孩 都要把自己角色扮演好 低照两上环境 将美好的未来延续给下一代 待新闻新加坡此级功德会综合报道